所以我們現在是很熟悉 希望下半場 福建隊再接再厲 把這個比分保持住 而且爭取再次擴大比分 下半日一開始 對方是14號 談冰涼下場了 換上了18號 尹鴻博 實事求是的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 廣東日職拳踢球 所以對於他球員的特點 換這個隊員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得看一看看這球 可惜中路沒有包抄 下半時開始這段時間 要頂住對方的反撲 前15分鐘是很關鍵的 你只要在前15分鐘 不要讓對方進球 不要讓對方有威脅的射門 別讓他這個氣勢打起來 這場球我們就非常有希望 對 2比0這個優勢 雖然說不是很大 但是也不小啊 上半時呢 我們在進攻當中效率很好 防守的時候明顯的 我們比對方 在籃截這方面做得很好 對方的傳球失誤 想把球塞到 這個雷納爾多的腳下 但是這個球給的 對 它這是找人傳球 其實呢 可能電視機間的觀眾看不清楚 我們在現場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左前場 就是我們的右前 右後場啊 空檔很大 這邊有人前插轉移 這是非常好的進攻 它沒有 所以上半時比賽呢 廣東日之拳我覺得 如果身後球多打一打 它是有機會的 它一直沒打出來 李超打交解圍 看看下半時號號稱要沖超的廣東日之拳 如果說它有什麼真功夫的話 下半時要拿出來了 如果再拿不出來的話 就恐怕很危險 沖超千萬不要讓這支球隊只成為口號 嗯 雷大耳朵 好 技術不錯 在這玩的技術沒用 嗯 你別讓它過去就行了 做 孫士林撲得也很兇啊 今天孫士林的攔截仍然是非常關鍵的 對 右路 六號隊長葛震剛才 哎 你看他這種轉移就對了 八號黃龍 塞 好球啊 好球啊 髒松捅了一腳 看看福建隊的反擊 這個時候我們其實不需要急 控制 對 控制 我們那2比0領先 我們還急著快攻 急的應該是對方才是 直接走雷大耳朵 分到左路 十六號李健 傳中 避險避險 這球挺高了 這球避險 這套進攻打得還是不錯的 對 你看下 下半石啊廣東日拳 明顯的比下半石要更有張法 而且很簡烈 對 中場那球倒起來了 像剛才這個球呢就是我們在邊路的時候呢 對方一突破 一個人防守 成謀意呢沒有防過去 他這個球呢要馬上到防守 對方的身後去不位 就逼強對方 如果能夠行動加擊 效果是對方 廣東日拳的這次進攻呢 也是給我們提個醒啊 在加強進攻之餘啊 我們一定要注意兩個邊路的協防 看這球 一球遠勝 有亮 漂亮 韓燕明 進完球之後整個教練組以及踢鼓棋 全部站了起來 全場的球迷也是歡欣鼓舞 非常興奮 對 而且是 左腳打出了一個反弧線 非常的漂亮 又出世界步 而且這條調門打得太聰明了 對 這是用大腦在踢球的一個球員 全場球迷喊起了韓燕明的名字 這一時刻他是最幸福的人 畢竟有個郭字號的經歷哈 下半場開場不到五分鐘啊 比分刷到了三比零 非常大的打擊 這個時候還是極致 對 前面的戰術 好球 陳某義 漂亮 非常果斷的解圍 對 簡練 對方一定會加強進攻啊 對 這個時候對方已經沒有跳位落了 對 看看金妮 看看金妮 前場的接外球 現在啊 我們可以讓金妮頂在對前面 對 斯巴魯在金妮身後一點 如果直接找金妮找不著的話 找斯巴魯 讓斯巴魯給金妮傳球 因為斯巴魯沒有金妮成功 是吧 讓他做好 對 體能不行的咱就換 來了 這場比賽是我們福建軍豪隊 打了八輪啊 唯一一次比分進球上三個啊 對 來 這里程碑式的 作業 請頂 對 哎呦 這球 王國民哭到之後 球打在立柱上 來自雷納爾多的射門 目前是射手榜的第二位啊 個人能力很強啊 對 這個球 對 一個加速 張松就跟不上了 張松防他很吃力啊 喝 這腳 又是王國民 啊 這腳 這腳打得漂亮 這是號稱神級的步驟 王國民反應真快啊 腳球 第一波臉沒問題 押出來 真好亮 王國民非常的穩啊 高空把球摘下來 難道這是不防嗎 對 難道這是德克亞嗎 這就是未來的卡西啊 這就是 哦 成貿易 對 現在我們中場要控球 後衛少控球 中場多控球 對 中場多控球 對 就是在進攻上面 對 就是我中場逼住 嗯 如果我有球權的話多控球 是 讓他急 後衛別多控球 對 後衛檢練 然後找控鋼 打反擊 打反擊 對 今天在中場休業的時候 現場是有個小小的來抽獎活動啊 啊 就是誰中獎的給一個千名足球 對 對 今天韓映明踢得不錯 咱們也講得一千名足球 千多八點 看這球 哎呦 這球 應該是吹了金尼衝撞門將了 啊 不是 可能是對對方的二號犯規 啊 對方的二號把金尼給卡在這身後 他方金尼也很爛 來 廣東之拳的這些隊員啊身體 看上去偏單薄啊 對 他呢 上半時主要是我們的對方 像這種球 啊 很多次這樣的機會 我們都搶在了前邊 嗯 斯巴魯 陳某依交到中路 有沒有遠射的機會 哎呦 這條大門 飛向了腳球去 其實這個球 本來可以變成一條好的傳球 結果呢金尼以為他要塞直線 金尼 球傳到金尼後腦勺那邊去了 沒看見 是 這是朴廷秀的大門吧 對 朴廷秀 想打一腳右腳的內腳外腳背 嗯 斯巴魯一腳遠射 這段時間氣勢很盛啊福建隊 對 但是千萬不要興奮過頭 啊 那剛才啊 啊 韓遠銘呢 這腳遠射上隊員受啟發的 原來這樣射門 啊 很容易進球的 其實韓遠銘的射門非常難的 是 那是沒有停球的 直接打零空 而且是打出一個反骨線 嗯 這個球這個啟發隊員啊 嗯 哎呦 這個動作啊 對啊 吃牌了吧 身後防守 這是背後的鏟球啊 身後防守其實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這樣的 就是你把他逼住了 就行了 嗯 嗯 我們呀在比賽中的這樣的方牌要少 對 有些無畏 尤其是3比0 再一個就是這個位置啊 對對 這個位置還不是那麼關鍵 下半日比賽十分鐘過去了 李超把球頂出來 你看 韓遠銘這空腳啊 他的調度 他的穿真引線 對另外 做得非常關鍵 另外一個是他的頭腦 另外一個是腳法 是 漂亮啊 好 然後經驗也夠 哎 這一下對方的15號趙黃放倒了斯巴魯 好 韓遠銘這場比賽打到目前兩射一 兩射一船啊 啊沒有 那沒有 全球是那個誰 全球是平靈秀船的 平靈秀 沒開二度也是非常不錯的成績啊 這樣能力的隊員對得起這個10號啊 是是 嗯 萬元斯巴魯 問題應該不大 左臉被碰了一下 哎 你看 我們今天防守啊 卡位卡得很好 對 可以卡在對方的前面 這左路李超和胡偉的這個 防守能力都不錯 對 胡偉他踢 本來踢邊前衛的 踢邊前衛隊員的 他有速度 對 跑動的能力都不錯的 然後李超邊 邊後衛 踢邊後衛 對 今天李超也做了好多的球 是 他今天他在左路補防補的也不錯 嗯 有些球迷呢 想問一下這個 外圓弗拉多的傷勢 弗拉多呢 據我們了解呢 至少要休斷一個月 嗯 因為這個 腳上第五肢骨的骨裂呢 它需要一定時間 這個地方呢 確實治了起來 尤其小麻煩 對 屬於末梢部分的營養不容易到 打開這球 斯巴魯把球頂了一下 對 起扎腳 好球啊 壓出來 好球啊 對 起扎腳 好球啊 壓出來 對 像這種球呢 就是 把他控球的節奏給他破壞了 別讓他傳好了 別讓他突破 你的任務就完成了 進擊斷橋 斯巴魯前叉 好球 再給回去 哎呦 我給的有點靠後 漂亮 陳墨毅後腳跟一磕 再 哎呦 這球其實可以扣啊 對 這個球陳墨毅不堅決 再來一腳 哎沒上癮了啊 上癮了啊 愛上這個遠射 對 感覺著了這個 這 前面還有名字叫遠射 我還以為說這個球 他會傳回給金尼 啊 哼就一腳遠射 非常的果准 打出自信了是吧 今天可見這韓彥明的腳感不錯 籃球隊員 投籃準 叫手熱的發燙 我們這韓彥明 是腳熱的發燙 日之拳在雷大耳朵的那一腳 有威脅的打門之後啊 還沒有太有威脅的進攻了 老小小 孫盛林 把頭斷回來 嗯 斯巴魯拉到了右邊 好球啊 對 要有這樣的傳球 要來一腳嗎 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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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漂亮 越位了 越位了 這球的調度 對 這球的調度 對 拋開這個越位 這球的調度轉移啊 做得非常到位 合理利用場地的關度 視野 對 日之拳確實能力一般啊 這支球隊 對 他我覺得主要是中場的調度 嗯 另外呢 他也是聯繫打客場 隊員可能有些疲勞吧 在中場的隊長當中 他可能慢半排 哎呦 這 這是本來一次不錯的進攻機會 對 這個角力沒有沒有控制好 看看塞到中路 還在日拳隊的腳下 哎呦 這球給的太大了吧 這球 金尼 在這兒等著 對 結果這球剛好他就是 等你犯錯 不是他就是 一個人防防二過一的時候 賭一個嘛 嗯 他這次在中間等著 結果剛好把對方二過一給斷了 八號黃龍 這個球其實沒那麼犯規 是 是 是對方在播球的時候呢 拉球的時候我們剛好跟他對著腳了 嗯 大家都在碰著球 你看我們是先勾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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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人牆距離不夠 這人牆還是偏近啊 嗯 是有點近 對 危險 哎呦 危險 危險哪 衝上 衝上門 王國平上已經衝上球員了 有有有的嫌疑 對 但是球員拿到了也就沒有 沒有哨聲了 在我們王國平球門的身後啊 有六名的俊豪隊的隊員在熱身 看看下面上誰先做出調整 感覺斯巴魯的體能啊 有點下降很厲害 好 好 這一下 最看得出來就是體能消耗都比較大 嗯 雙方體能消耗大的時候呢 在防守的時候身體對抗啊 身上要不上勁 對 張松 倒在場地上 然後日拳對方的 哎呦 這隊員表情很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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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稳健的 这球背后明显的推人 对 看这种球的就是斯巴鲁他没有准备 如果有准备的话跟他扛一下 他不是老身后突然来一个 对 他未必吃亏 但是对方在他准备接球的时候 没准备 好球 看看金妮 领球 小丁秀 好球 走啊 这事人垫着一下 关键 这球张松呢就是有目的的 就是在你没有接稳的时候 我跟你形成对抗 干扰你拿球 你拿稳了之后呢 我就不好防了 而且这个犯规很直到 对 就是动作很小 也没有吃盘 这就是聪明 对 小心 这种飞船球要小心 下半场马上到第二个分钟 我们是3比0领先 三球领先的球啊 一旦下半场啊 打到75分钟 五分 75分钟之后 对 这基本上就稳健了啊 对 而且这场比赛啊 对 由于我们没有看过支持拳的比赛 这球 哎呦 这球传的点很贼啊 对 由于我们没看过支持拳的比赛 不知道他此前能力怎么样 但是这场比赛 就这场而言 他的实力啊 真的还不够冲超的标准 嗯 我早愿意这么说 俊豪有冲超的水平 对 哎这球传的太小了 对方比的比较紧的时候 少传这样的球 好球 这球没有约位 看看金尼 看看金尼 调整啊 还在调整 哎呦 可惜了 金尼左脚的大门 滑门出啊 哎呦 这个球啊 再往里边走一个球位都有了 这个球呢 我们说一下就是金尼呢 调整的时间太长了 嗯 这个呢就跟草皮有关 我还以为他左脚扣呢 对 你看这一下 右调了一下 我以为他左脚要扣 右脚端 对 结果左脚直接打了 也可以传给斯巴鲁 但是 还好这脚质量打得也不错 脚球的机会 对 要进去 嗯 这一方 雷纳尔多防守这个球 对 飘定笑 白鸣 漂亮 这脚法甩的啊 脚腕一抖 李超 五个球 这球失控了 好球 宋超帅 突然应上奖 给他进去 大了 斯巴鲁可现在传球的脚法 对 他会传球的 所以金尼去跑 斯巴鲁传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还搓移弧线啊 对 这球传得稍微高了一点 力道 力道没控制好 矢量 我们中场的B防还是很紧啊 对方出球不太容易 对 贴住他 这球没问题 鞋防 你看这球所有人的补位 就非常好 这鞋防很到位啊 嗯 一个人卡位 金人 另外一个人到身后去保护 对方就很难突破 除非说来的是维西呢 你可能防不住他 是 就是说一个人奔人 一个人奔球 就对了 现在67分钟 下半时赛程过半 没有 对方 好 断球 哎呀 想打一个快速晚击 断球之后呢 传球比较快 身前没有调整好 没问题 给 张松 好球 孙世林这个球经验很丰富 这球给 危险 把他往边路逼 好球 后脚跟一颗吗 对 把他往边路逼就没事 动作做得很漂亮 转身 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 也就是在对方准备远射的时候 对边王国民 早已经做好了铺舊的一个步骤了 就是说他这个预判是很好的 这个队员打去管好 对 毫无疑问呢 就是下面是2比0的时候 刚开始2比0对方门住了那个球 就是王国民铺 然后打门住那球 对对方打击蛮大 那球如果被对方进了的话 我们很困难 对 结果防住了之后我们又进一个 这结果截然不同 对 对 这个时候就给对方男球队员压迫 孙志林这场比赛在中场发挥真不输 对对 对 无论是防守端还是进攻端 都非常积极 好球 看看金尼 哎 哎 哎 现在有问题 看下球 哎呀 这球怎么变俩球了 哎 没有 刚才孙志林没有做好准备 对 刚才场上球铜有个小失误 对 哎呦 这下没有犯规 对方的快攻没有打起来 好球 别看拦着一下 把他的节奏就破坏了 嗯 至少快攻没了 对 好球 这是封尾 把球点给李超 对 七十分钟 好球 对 成功的抢端 斯巴鲁 斯巴鲁啊这个 脚下有点半算 不是 在这个脚下还行 嗯 身体 刚才光看脚动身体不动 脚下有点找不着球刚才我感觉 好球 哎呦 这个回坐的 对 他想凶 稍微提前量大了点 没有 他做的队友 这球队友已经挺 挺不到前面就得按这球 金尼 这是一个单刀球 冲向了对方球面面对守门 守门 哎呦 这个时候可惜啊 金尼单刀绝好的破门机会 这球金尼要挑啊 嗯 或者是趁对方的门将 重心没有压低的时候 直接就 抽了 对 抽踢滚 等到对方 腰已经弯下来的时候 再打门的话 这种可能性不大了 除非是挑门 他选择的是推射 这个球如果是挑射的话 只要飞向球门十拿九尾 福建队3比0之后啊 气势依然很胜 好球 好球 转周漂亮 哎 这冲我周面了 冲撞门将了 对对 哎呦 门将还 倒在金尼的身上 金尼真不容易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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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主力门将是余永哲 金尼呢 虽然是去年的中甲最佳射手 但是脚下有点操 是 但是跑动 没问题 真肯跑 哎呦 这球有点小了 哎呦 这球有点小了 啊 哨响了 广东日式拳前场的定位球 现在到73分钟 现在应该可以说这场比赛问题不大 希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嗯 合适理论是75分钟是吧 对 哎 不要让他起脚 漂亮 哇 这个 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啊 对 王国民 对 这是一个中甲的守门员吗 这是一个年轻的守门员吗 这个动作完全是世界级的 对 我忘记了在转播英超的时候 我表演过哪个门将 我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门将 这是门神 啊 王国民今天就是门神 对 这门前站的不是人 是气的墙啊 对 估计雷尖大耳朵也够郁闷的 对 太强了 我这两脚打得已经不错了 哎呦 这边朴 朴婷秀吧 身体现在已经跑不动了 嗯 整个人撞了之后就滑倒了 哎呦 小心 这球被对方 被对方拿了 这球没问题吧 啊 哎呦 这球吹了点球 在这个时候给了一个点球 对 比赛进行到74分钟的时候 你再来看一看啊 这球 这球没有点球啊 绝对没有点球啊 是对方往我们身上撞的 对 李超先出球啊 李超很冤枉 向裁判解释 是 这个进球啊 主裁判杨永智 推的 确实有点值得上去 对 我们今年被判了几个点球了 对 这是第三个吧 至少是第三个了 这个李超的补位啊 完全是非常的合理 对 对 这不是对方做动作 我们出脚把对方半倒踢的 是我们满球踢出的 对方过来了 这是裁判看不下去了 送给广东支持拳一个 挽回颜面的机会 对 看看雷纳尔多 雷纳尔多 雷纳尔多上一轮 打北旅宫就进了个点球 球进了 这球进了 这球进了 雷纳尔多的第六类进球 比赛 福建俊豪队3比1 广东支持拳 在75分钟扳回一程 依靠点球 这个点球 吹的绝对是 争议颇多 希望我们的队员 不要受到这个点球的干扰 对 其实现在我3比1 还有比较大的优势 对 两个球的优势 福建队要换人了 换成24号 银小龙 银小龙上 换成某一 他就站在了 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银小龙是俊豪的万金友 对 革命统治十块砖 哪里去往哪里搬啊 是 在边后卫打过边前卫也打过 后腰也打过 嗯 门匠对这个球也不敢带卖 一个打脚就是开出了边线 俊豪队前场的界外球 对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 把节奏变慢 对 裁判不是送你一个吗 我再给你一个 嗯 看看有没有机会敲开第四个球 对 逼他一下之后呢 你就有下一次精的机会 吉尼 转不了身 对 他想把这球敲给插上的队 哎哎哎哎哎 好死马路 这球没挺好啊 再分啊 左路 来一脚 这是朴队秀打了一脚远射 刚才右路叶小龙已经套上来了 啊 现在观众很有趣啊 啊 刚才朴队秀一脚演示之后 现在开始看死米达 对韩语来了 啊 死米达欧巴啥的 是吧 好 这个盯住第一落点 如果漏掉第二落点 嗯 对方身体拱了一下 78分钟 嗯 行着还是非常有力的 对 打好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 广东支持拳 继上一场1比3 客场输给北里公之后 有可能 又是1比3 又是1比3 而且上一场也是0比3的时候 进了个点 啊也是这样 啊 那看一下裁判有的时候 中假裁判有这特点 嗯 就是喜欢给这个弱吕啊 来一个这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这叫默契 嗯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拿下 福建俊豪14分啊 啊 13分 14 现在11 啊 现在10分 现在10分 13分 13分 进前五没问题了 看看海燕明的左脚啊 能不能再一次送出一个助攻 掉进去 哎呦 这球后点 哎呦 这球想转进去 对啊 他感觉是直接往球中里边转 啊 有点这个对北京八喜那场比赛的 慢镜头重放 早点 好 vamos 好 有点 い 高 中场还是要逼 不让对方轻轻松松的控球 这段时间中场 我们做的没有对方好 这个主要是队员体能下降 跑动能力不够 传到了身后 对 你一逼他 他传球质量就下降了 刚才有一个逼响之后 他就传不传 比赛进行到第八十分钟三十秒 我们要顶住啊 对 领先两个进球 这场比赛胜利就在眼前 对于一只这个生板马来说 打到现在有这样的成绩 好球 干净球 筋底 几乎又是一个担当的球 对方拉拉扯扯 哎呦 这球点球 点球 裁判的手势给了点球 很果断 金尼创造了一个进球的机会 金尼 裁判有点找平衡的味道啊 不 这个球 对方确实是拉拉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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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但是裁判也是在找机会 我估计 哎呦 这球拉得很明显啊 对方的二号肌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金尼自己抄刀绝对 没问题 看看金尼能够联赛的第四例进球打进 看看金尼站在点球点的后面 看看金尼的话赛季第四走 对 金尼已经浪费一个单刀球了 有了 4比1 4比1 大局已定 锁定胜局了吧 对 对 三分到手 到手的鸭子飞不了了 哎 金尼跳起来 球迷欢呼起来 今天斯巴鲁金尼这两个前锋表现的都不错 对 各有一立进球 对 各有一立进球 金尼的勤奋 后边打反击就一人顶在前面 金尼的点球罚进之后剩下的比赛的时间宣告垃圾时间到来 对 也3比1基本上就很稳了 是 那现在4比1那当然 稳中加稳 对 已经 已经82分钟了 前面合适理论说75分钟领先撒球 对 这82分钟领先撒球 这这这 更稳了 什么概念这是 三分想送都送出去现在 但是还是要善事善终 是 要学会打最后几分钟 对 这几分钟我们演练一下防守套路 对 不要想这比分怎么样 对 哎呦好球 王国名漂亮 这个出击啊 到位啊 这以后未来国家队的守门员苗子 是 所以今天王国名有几次呼救 也是相当的精彩 要完的话 现在我们也可能还会丢掉了 是 现在是4比1 快84分钟了 加上普什这比赛也到不了剩10分钟 所以我们赛后采访 何帅一会你要去采访 对 我建议你把那个王国名请过来采访一下 非常不错 今天我们赛后采访安排已经安排好了 韩雁明 没开二度的韩雁明 以及防守任务很重的李超 赛后广大的球迷不要走开 注意留意我们的赛后采访 听听当事人是怎么评价这场比赛 这球传的有些大 黄少顺没有跑到 黄少顺也是很能跑的 这时候 最好把最后两个花生命额要用完 换下了八号张松 换上了三号江林 另外十一号黄世博 也准备上场 但是这次只换了一个点 这样在今天一场比赛当中的福建俊豪 主场拿下号称要冲超的广东日直拳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俊豪今年打的最酣畅林立场比赛 基尼 这样在打完了八轮之后呢 福建俊豪在中甲的比赛中呢 已经拿到了13分 我相信这个成绩从俱乐部到球迷都还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只升班马 在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 俊豪准备换上十一号黄世博 准备换下十号 韩晓明 但是韩晓明从另外一次离场了 如果从这边离场的话 他可以享受到更多现场球迷的掌声 不错的转移 快速启动把球点位掉 今年的中甲联赛作为一只刚刚从以基联赛打上来的新军 福建俊豪开局打得不错 而且呢在今天那个主场 我们打好了开局 而且呢是一改前几个主场 我们尾声打得不进理想的这样一个局面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广东日之拳呢 毕竟是一只中甲的老牌球队 一直号称要冲超 实力本身不弱 面对这样一只球队 我们能够进它四个球 而且我们丢的球还是点球 说明今天场比赛我们发挥的很好 下一轮呢福建俊豪将要北上 做客天津 面对的是天津松江 其实呢对于俊豪来讲呢 中甲的任何一只球队都是进去 我们要把每一场比赛都当做 保级关键站来打 这样呢在今年的比赛中 我们的成绩就不会差 比赛打到87分半钟了 为球队攻击两个球的韩远明 绕了大半场 走到了主意台里边 现场的球迷在喊着他的名字 韩远明终于回到了替补席 刚才徐晖之导特意往前走了几步 跟他握手 拍了拍了他的头 对这名爱将的发挥 我相信徐晖老会非常的满意 包括赵国强教练 都跟他握手 作为中场的传球的核心 今天韩远明几乎是打满了全场 打到这个时候呢 胜军一定的时候减少吃牌 减少不必要的犯规和受伤 把这场比赛稳稳地 顺顺地打完就完了 对方这角传球不错 好球 这就是不外 李涛封上去之后呢 队友过去不外 对方这场比赛稳稳地 对方这场比赛稳地 对方现在开始打些个长传球 其实这场比赛 如果他们早一点打这种身后球 从空中也好 脚下地面也好 这个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 因为他的前锋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在大幕时间当中呢 面对俊豪中场的积极的对抗和拼抢 日直拳传不出这样的球来 下半时捕食时间两分钟 这样我们可以提前庆祝福建俊豪 在主场取得了又一场胜利 这是今年俊豪拿到的第三场胜利 王国明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今天这位门将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上轮比赛我们在各场能够 从实力强劲的上海特莱士手中拿到一分 王国明鞠躬之外 日直拳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我们的队员这个球打得稍微有些松懈 队员跑不动防守并不是很积极 远射打高 这样打完八轮之后呢 福建俊豪的成绩是三胜 四平一副 拿到了13分 这个成绩对于一只升班马 对于一只要保齐的球角来说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在上轮客场对阵特莱士这轮 又对阵广东日直拳 两个势力都不错的球队 我们是一胜 一平 对方这球开出来比赛应该也就要结束了 比赛还在进行 难道还要给对方一次进攻机会吗 对方也不急着进攻了 因为他现在落后三球 主台版推向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召声 最终在中间第八轮的比赛当中 福建俊豪队的主场 四比一战胜了广东日直拳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祝贺俊豪队 好了 接下来请您收看 我们的记者现场对 谢谢